情人節要到了 但通常我們在報導情人節的時候 很多的商品都是為了 雙雙對對的戀人們來做的設計 有沒有人想到那些 湊不成對的單身貴族呢 事實上有一些什麼 說不出的分手啦 或者是單戀啦 苦戀啦 這些滋味呢 很多人都是點滴在心頭 現在就有人特別推出了 苦甜巧克力口味的分手蛋糕 有點搞酷色 也象徵愛戀愛的甘苦 在情人節意外爆紅喔 到現在已經賣出了500多個 比一般的蛋糕賣得還要好 我們分手吧 什麼 情人節分手也有蛋糕 這沿的是哪一套啊 失戀 苦戀 暗戀 為情所苦 或者戀情 無忘 這個時候最適合來品嘗 這個無緣的分手蛋糕 由頂級莊園巧克力 香蕉和黃金焦糖所作成 每一口吃下去 都是在回味又苦又甜的戀情 這個時候很可口 而且呢 我覺得吃了絕對不會分手的 其實這是飯店點心房的創意啦 象徵如果吃完蛋糕 想要回復單純的朋友關係 就是請對方吃香蕉 送給戀愛失敗的朋友 也可以陪他回味最後一次戀情的酸苦 可以帶著分手蛋糕 那希望他能夠把這些失戀的回憶 就是慢慢的吃下肚陪著他一起 那吃下他的蛋糕之後也希望他的戀愛運 能夠再次重生 搞CUSO的分手蛋糕 一推出反而大受好評 象徵戀愛滑鐵爐的魔鬼蛋糕 全台獨一無二 訂單滿滿滿 比一般甜蜜的戀愛蛋糕賣得還要好 已經賣出了五百多個 這也創造出情人節另類的單身商機